谈见王者即将上下的七位变异元婶 第一位走A吃草流关羽 苍关羽位于草丛附近停留时 每0.5秒回复得外生命的血量和能量 并且回血过程中不会下降关羽的被动能量 甚至隔着墙也能吃草 还得是赤兔马呀 脖子就是长 并且根据鸟和测试 苍起中的草也能喂饱关羽的马 以后关羽搭配苍起可能会成为主流 众所周知 关羽移动时不能使用普攻 必须停下来才能普攻 而以后的关羽就能在移动中释放普攻 边跑边A彻底实现走A 那么问题来了 荣耀典藏摩托关羽在草丛回血时 是不是要在草里盖一座加油站 第二位地道站几何女娃 女娃改版大家都知道了 方块和方块之间可以产生联动 原理就和老板一行一样 棋子互相吸引 随后打出动质和伤害 这已经够离谱了吧 没想到策划竟然还有活 最近又给女娃的方块增加了可移动式位移 无论你是小型方块还是中型方块 或者是大型方块 只要在方块存留期间 玩家都可以拖动方向键 在里面随意滑动穿梭 而代价就是 特化取消了女娃 方块消失时的爆炸伤害 以及三技能传送时的晕眩效果 这要不要改动 我只能说修复了女娃玩家 偶尔会输的bug 当对面老六来抓的时候 直接原地丢两方块 对面秦王绕柱都不好使 这下我们中路玩家 也有了自己的飞力神了 但要注意 女娃在方块里面没有霸体效果 可以被尽强的禁锢老父子的捆绑 以及中奎的钩子 等强制性控制技能给压制 第三位辅助雅典娜 简单来说 雅典娜的这波调整 更像是鲁班大师的链子和孙副的上传 可以紧急撤离队友 但队友这边也能选择拒绝 当雅典娜阵王之后 移除了原本 队友朝雅典娜移动会加速的效果 给雅典娜添加了三个阵王技能 阵王后的一技能 可以向前位移一段距离 阵王后的二技能 可以给附近一名队友加盾 持续两秒 阵王后的三技能 类似云中军的大招 云中军的大招可以吸敌人 而雅典娜的大招可以吸队友 大招一共有两种使用方法 第一种 阵王后对着地上的队友点击大招 可以将队友传送到距离最近的防卫塔里 并且给队友提供20%的血量和蓝量 第二种 等待复活后 自动将附近的队友带回塔下 并恢复队友的血量和蓝量 所以尽管队友战位比较分散 雅典娜也可以传送两次 第一次主动按大传送队友 第二次等待复活自动传送 并且两次传送过程中 都能对周围单位造成伤害和击飞 而复活后的雅典娜 技能和正式服一样 没有任何改动 最后还有四大元老级英雄 即将迎来变异 让我们提前恭喜 元哥 杨简 姬小满国家 以及最后一位神秘嘉宾 给你们点提示 是射手有做起 给你们点 cheeks 然后不能给你们点 來 对 还是 م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